5号上午,兰州境内一条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拉运葡萄的大货车在急转弯处侧翻 车上的葡萄散落一地 事发后,文迅赶来的当地村民非但没有对货车司机伸出援手 反而一起轰抢地上的葡萄,成乡成乡的往家里搬 货车司机束手无策